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就是來文山區這邊走一走 因為身為一陣大的學生 竟然沒有來過文山區 也不是說沒有來過就是很少來 這次就是想要去貓空那邊走一走 下午的時候再去動物園 其實過來文山區這邊蠻方便的 就是可以搭捷運或者公車 往前走就會來到這個 貓空攬車 我們現在就是要搭這個貓空攬車上山 今天的天氣超級熱 然後我現在其實穿的長袖蠻薄的 但是還是覺得非常非常的熱 超熱真的 但是還好啦沒有到夏天的那種悶熱 但是還是蠻熱的 今天來吃的 今天早上吃的 天氣超級熱的 一會兒 今天早上吃的 我今天早上吃的 我今天早上吃的 今天早上吃的 打架 那邊有10分 好久 六个月初 我们到了 我们大概搭了二十几分钟的缆车 我好像是人生第一次搭这么这么长的缆车 而且他还会转弯 就是他绕过一个山脉 再去到另外一个山脉 然后我们就到了这边 我们现在要去找餐厅吃饭 现在是大概11点45分12点 中午的时间 先去吃午餐 但我上到来毛孔 我觉得这边跟我想象中的 好像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我原本以为就是上来之后 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餐厅 可是上来之后感觉好像就是每一家餐厅都要走一小段距离的感觉 它就是这种一直沿着山路走 我觉得秋天春天可以来 但夏天的话感觉不太适合 因为真的还蛮热的 其实沿路上真的还蛮多餐厅的啦 所以就是看大家想要吃哪一家餐厅 就可以直接走过去 我们今天吃的这家叫猫空小木屋 走上来大概10分钟 10分钟左右吧 我们吃的就是这间猫空小木屋 我们现在来到这间小木屋 我们现在来到这间小木屋 然后我们会选择这件是因为它这里是卖减餐 因为我们只有两个人 那其他的餐厅其实都是喝菜类 所以我就觉得两个人吃喝菜好像有点吃不完 所以我们就选了一家减餐 就是一个人一个套餐这样子 然后它这边的view其实蛮好的 只是说因为我们有点晚啦 其实也不是晚啦 就是12点到了 然后它户外的座位其实都已经被坐满了 所以呢我们就选了一个室内 但它室内其实空间也是蛮舒服的 但就是没有办法看到外面的景 但今天蛮热的 所以坐室内好像也比较舒服一点 不然坐在外面应该蛮闷的 然后我们今天就是打算在这边吃了 午餐之后就去动物园那边逛一逛 我在台湾留学7年第一次上来猫空这边 我也是蛮意外的 其实我觉得猫空给我的感觉有点像是 酒粪的那一种氛围 但是酒粪的话它会比较偏阴阴的 毕竟基隆那边是经常下雨的地方 但是猫空就属于阳光灿烂的酒粪 我的鸡腿来了 看起来蛮好吃 蛮香的 但不知道味道如何 它腌的够有味道 所以还蛮好吃的 这小菜酸酸甜甜的很开胃 我们吃饱了 刚才我们出来的时候是1点 然后整个餐厅都满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来的话 可能要提早过来餐点的话 我觉得还算蛮不错的啦 虽然有一点点贵 但是因为这边毕竟还是景区 所以那个价位配那个食物我觉得OK 我们来吃这个猫猫酸鞋 它这边卖了好多茶 这样陈列上来蛮好看的 超疗愈 它这边还有卖这个茶菊蛋 自取后 真的买到了 超可爱的 我买到了 超可爱的 你看这个猫猫造型的饼干 茶味很浓 但是我喜欢 因为它的冰淇淋蛮快融化的 所以建议大家来吃的时候 就可以再拿一个杯子装 这样就不会滴了 整个手都是 我们从餐厅出来之后啊 就没有太阳了 然后现在就是阴阴的天气 看样子应该不至于会下雨吧 虽然文山区真的是蛮常下雨的 但希望等下不要下雨 然后我们现在就要去动物园 想说反正都来到毛空了 那不然就去动物园走走晃晃 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动物园 然后现在就是要搭它的接驳车 去参观动物园啦 给大家拍了个接驳车 超可爱的 看就是长那样 超Q 我们动物园看的第一只动物 就是这只 这不贵超级大耶 超大的 看不到它的头 反正它就在那里 这是我从南飞回来之后第一次 也不是第一只 就是从南飞回来之后 再一次来看动物 我们终于走到这个企鹅馆了 现在继续看可爱的企鹅 来了来了吃企鹅 我平时都游水的 我平時都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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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愛 第一次嘆氣了游泳 咖啡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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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也太幸運了吧 竟然真的可以看到企鵝游泳 人生第一次看到企鵝游泳 真的太幸運了 就看到企鵝游泳 Krispene 他們 caste正在逢山 小朋友 會看到企鵝游泳 好啊 好 可以給面子的吧 我們現在逛完動物園了 現在的天氣其實早晚溫差蠻大的 像剛剛不是大熱的天然後超級熱 現在的話太陽差不多要下閃了 就變得超級涼 是涼到那種要穿外套才可以 不然就是會有點冷 然後我們現在準備要去吃晚餐 我覺得台北市的動物園真的蠻大的 但我們今天這樣子逛下來 其實有蠻多的動物是沒有看到在維修的 但等級來說其實還算蠻不錯啦 如果假日想要來走一走的話 其實還蠻推薦的 去年的五月不是去了南非嗎 這是時隔差不多快一年就來看動物 我真的覺得去過南非之後 看過沒有被關在籠子裡的動物 現在要來動物園的話其實那種感覺沒有那麼的 只能說看到動物的感覺沒有像在南非在找動物那樣子的興奮 所以還是覺得如果有機會的話大家可以去南非的Safari 如果大家還沒有看過我的影片的話可以點這裡去看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吧 拜拜